今天后来我买了四斤牛肉 你看能吃哪个吃吗 有钱买起 我都是弄四斤的 我小时候去买菜嘛 哪个买都是买 一斩不成斩 花了好多钱啊 等下我把钱拿给你 那样好多钱的 拿啥子钱嘛一家人 不拿钱 我弄视频是工作 一妈归一妈 钱都要拿的 嫁回来嘛 嫁回来嘛 嫁回来不说乖点哈 我出去你个头发都回来哈 刚才那个理发老师说我这个发钱太高了 给我技术处理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看嘛 来看一看啊 慢慢的是啥子东西也好重 给你们讲一个烧牛蛙的诀窍哈 牛蛙一定要在砍之前把它洗干净 砍了个后都不能洗了哈 不然的话这样炒出来的牛蛙 黑中一坨粉 牛蛙这个老口其实可以吃哈 但是砍起来没得失去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把它砍了 这个牛蛙皮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啊 我也是觉得没失去的 然后还有一块牛蛙皮有寄生虫 在我小的时候哈 青蛙都是配瘸子 不认为人开忽然有一天呢 都听他们说 青蛙配丝瓜更好吃 材料都非常简单了哈 牛蛙 姜蒜 泡椒 我是用那种泡小米辣 然后是青小米辣 红小米辣 大葱短啊 丝瓜 牛蛙下锅之前 只要是用厨房用的 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洗哈哈 研制好了我们就马上下锅 先加点盐巴 胡椒粉 白酒 红烧粉 一样干粉哈 然后抓圆 青蛙擦子 莉莉 妈一大清早就买的牛蛙 十大时间 做这个菜锅里面还是要稍微多一点油哈 锅里面还有更香 油温7层下娃娃 硬性了就马上捞出来哈 不要炸酒了 家里面有个多的情况下 都像我们们看呀 分少量多次的炸 一旦油多放了哈 把这个丝瓜再稍微过还有哈 大锅420秒就可以捞出来了哈 7个少许哈 添加点猪油 放几个花椒 加入姜萨 炒海椒 加一瓢豆瓣姜 小火慢慢地炒 把豆瓣亮的颜色和泡椒的肉酸味炒出来 然后把大葱放下去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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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不要加多了哈 大家一会就用西酒 水开了后开始调味 加入生抽 鸡精和胡椒粉 先下丝瓜 煮个一两分钟都把所有的材料刮刮一起捞出来大地 下入刮刮 注意这个糖都抢个人太多都行 不要太多了 煮个一两分钟下入青红小米辣 当然这个时候是可以加玄芹花椒的哈 但是你们老是说我煮哈这才的玄芹花椒 今天这个菜可以加哈 加了之后也是不一样的分红了 青红小米辣下锅 整个半分钟哈 我们都可以自己光合起锅了哈 不要多久了 让牛蛙全部煮烂了哈 直接点汤一起盛出来 看一下巴不巴塞 但是这个菜没完哈 最后一波干辣椒青红椒一起炸个油 这个香味一哈都上来了哈 嗯 闷起都巴塞啊 水煮牛蛙吗 看嘴蛙 马来吃 牛蛙 你买的多吃点 你想吃看到我的头大腿了啊 你几个头大腿 是我的大腿一样 那你下午想吃啥子 你跟我说我都吃了 我去买 要得 你们还有四瓜哦 你们这四瓜泡一会吃更入味 四瓜要确实来好吃 其实我觉得 以前我觉得四瓜好吃 现在我觉得确实好吃 你看你这个夹子大油啊 你也可以 两个人来给你配备一个 那是这么特殊的 他没东西包 他都要一个手一个 就这样了 就跟他们一起配合 嗯 那是一个特殊的 对